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63集 嗯?啊? 九天云雷宗 两座巨大的雕像托起的 是一个白色的云宗 一个是黑色的雷宗 此刻在这儿不时由闪电穿梭而过的雷宗黑云内 在那云雾的深处 传来白小春的惨叫声 他大喊着 我恨北脉 这惨叫带着悲苦 更有强烈的不甘心 可无论白小春怎么叫喊 也都传不出去 他在这雷宇内已经被关押了三天了 三天里 白小春也都绝望了 他所在的黑云深处 四周有无数禁止 这禁止封印了八方 使得他能活动的范围不到十丈大小 只要他一离开这十丈范围 顿时就从四周降临无数闪电 那闪电看起来就惊人 一道道足有手臂粗细 蕴含着灭绝之意 吓得白小春 面色都发白了 气人太甚哪 白小春此刻哆嗦的坐在雷宇内 看着四周的黑云中 时而有一道道闪电呼吓而过 在这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困境里 白小春只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 就是现在了 太过分了 约法三张 约法四张 约法五张 这也就罢了 居然还把我关起来了 白小春 有种要抓狂的感觉 他尝试了很多办法 也都于事无补 根本就无法离开这里 最让他觉得无奈的 是每隔几个时辰 都会有大量的闪电 从四周呼啸而来 直接穿梭着 十掌尽致 向着他不断轰击 那闪电之多 看起来就惊天动地 瞎得白小春 只能修为扩散去抵抗 可在这雷雨内 天地灵力被隔绝 白小春已经看出来了 怕是用不了多久 当自己灵力枯竭时 就再也无法阻挡闪电的到来 这可怎么办啊 白小春愁眉哭脸 越想越是憋屈 最终长谈一声 只能希望杜灵飞尽快的完成任务 自己也能早点离开 北迈 我记住你们了 给我等着 等我成为半神 我一定要报仇 白小春咬牙 向着四周大吼了一声 可他这吼声刚发出 一声耻笑 从一旁的黑云内传了出来 成为半神 你就算成为了半神 也报不了仇 白小春猛的一愣 谁 猛的看去 他在这里三天了 神识虽被限制 可他的敏锐依旧在 从来没发现 自己身边居然还有其他人 此刻警惕中随着看去 白小春目光所在之处 那片云雾竟自行的翻滚 慢慢吸泊后 露出了 在距离白小春这里 约摸一百多帐外的一处区域 那片区域也有十丈大小 四周有禁止波动 阻挡一切进出的同时 有大量的闪电 在那十丈内游走 不时的穿梭在这区域内 一个排西坐在那里的枯萎身影 这身影能看出是个老者 衣衫蓝绿 瘦的皮包骨头 就连气息也都微弱 而每一次闪电从其身体内穿梭时 他的身躯都会颤抖几下 可神色却一点都不变 显然长久的折磨 虽无法免除他身体的痛苦 但他的意识早就已经习惯了那种闪电尸体的痛苦 此刻他右手抬起似在拨弄 似乎这十丈禁止也无法阻止他的意志 能去简单的操控四周的雾气翻滚 而随着白小春目光所看清晰 那老者也缓缓抬起头 其目光竟也如闪电一般 白小春只是看了一眼 就立刻双目刺透 吸了口气 小家伙老夫就是半神 不也一样被镇压在这儿吗 所以你要发誓的话 我劝你还是给自己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为好 譬如成为天尊 老者咧嘴一笑 在那闪电的硬肘下露出一口枯黄的牙齿 配合其森森目光 让白小春心头遗产 老夫在这里被镇压太多岁月了 从此地都是被镇压者 一直到如今所剩无几 说起来 已经很久没看到新人了 来来来 小家伙 给老夫扭一个摇摇的舞姿来揭揭闷 若是老夫看得高兴了 说不定传你一些秘法 可以让你在这里少承受一些雷霆尸体的痛苦 老者目中露出协议之忙 上下打量了一下白小春 小声带着森然于鬼 白小春刚开始吓了一跳 此刻恢复过来 意识到此人与自己一样 都是被关押在这里 胆子也大了起来 眼睛一瞪 闭嘴 老家伙 你白爷当年是干过狱卒的人 你这样的老犯 不知道被我收拾了多少个 白小春冷哼一声 抬起下巴 我就喜欢你这样倔强的小马了 记得你所在的牢狱 在三千年前也关押过一匹小马 可惜呀 只是一个月就哭着含着在我面前各种扭动 只为了让老夫传授他一些秘法 我等你哦 老者哈哈一笑 显然是白小春的到来 让他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色彩 白小春心中正烦 这老者的目光与笑声又让他厌恶 等了几眼后就没再去理会 而是坐在那里琢磨着 或许不用等杜灵飞完成任务 只要杜灵飞回来 自己说不定也有办法离开这里 时间流逝 一个时辰后 忽然的 这四周云雾内的闪电 一下子多了起来 从四周呼啸临机 如同一片闪电风暴 白小春灭色一变 这样的闪电风暴 他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 此刻秀为顿时运转 形成防护的刹那 四周无数闪电就穿梭尽致 昏明而来 白小春秀为扩散 全力阻挡中 看着四周那无数的闪电 心惊肉跳 这些闪电内蕴含的毁灭之力 一道不算什么 可白小春粗略一算 这四周至少数十万道 这就让他偷皮发麻 不但是他这里承受闪电之力 一旁的老者也是这般 在那闪电中他全身颤抖 可神色却丝毫不动 反倒不怀好意地看向白小春 你现在还有灵力能去抵抗 不过再过去十天 你的灵力就没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滋味了 这闪电之力刚开始还不算什么 可累积之后 形成的折磨 堪称天地酷刑 老者全身哆嗦 声音却没有丝毫颤抖 悠悠回荡 知道我最喜欢听什么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其他人在这闪电下发出各种惨叫 闭上眼睛后 那声音是美妙无比 老者舔着嘴唇 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邪忙更浓 白小春没心情去理会老者 心情肉跳的 看着四周的闪电在持续了半个时辰后 慢慢消失 而他的灵力也耗费了不少 如今剩下的已不到七成 这就让白小春面色有些难看了 这么下去不行啊 白小春满面愁容 看着四周云雾内游走的闪电 冥思苦想 琢磨办法 实在是按照他的计算 最多再过十天 自己的的确确 灵力就枯竭了 他虽自信肉身之力 可一旁的半神都这么凄惨 白小春实在没有信心与把握 能比对方过得好 眨眼之间 很快过去了五天 这五天里 闪电风暴每一次到来 白小春的灵力都在消耗 而那老者的声音也都蓄到不断 这就让白小春心烦无比 直至这第六天到来时 白小春猛的抬头 双眼出现血丝 死死的盯着外面游走的闪电 呼吸也急促了 他想了很多办法 都被自己否定了 此刻在他脑海里只剩下一条路 我记得当初在通天海上 大师兄杜劫时 我曾吞下节云 那里面都是雷霆闪电 在这闪电内 除了蕴含毁灭之力外 更有升级 之所以如此 估计是我那徒儿在帮我 就是不知道在这里 他能否继续帮我 白小春 由于良久 终于在又一次的闪电风暴 从四周来临时 狠狠咬牙 尝试一下 白小春猛的站起身 看着四周呼啸而来的闪电风暴 修为虽散开 可却没有如之前那样全力防护 轰鸣街 四周数十万道闪电形成的风暴 就直接穿梭尽致 出现在了白小春的四周 一眼看就要将其淹没 白小春大吼一声 猛的张开口 向着面前的闪电猛的一息 这一幕被那老者看到 他愣了一下 随后大声的耻笑起来 又来了一个想去吞闪电的 这不是找死吗 老夫当年自称雷祖 身为北脉散修半神 也都不敢去吞着毁灭雷霆 被关在这里的岁月里看到过 啊 老者笑声刚出 下一说他就猛的身体狂颤 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 你 你老老的 你 你 你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好 这集到这就结束了 在这给大家说一个 那个这本书也快完了 也快完了 大概还有两个月时间 就完结了 完结了 咱下本书 现在也是做一个预热阶段 是咱那个 陈东老师 陈东老师的这个玄幻大神 写的一本书叫圣虚 圣虚 使恩圣 圣虚 不是 不是圣虚啊 很多人在那个评论下面回复 甚虚甚虚 圣虚 我会把这本书的名字 一会儿打在这集的这个 打在这集的那个章节名字后面 字数不要打错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第一集多多捧场 多多评论 这本书完了以后 咱们正式开始更新圣虚 大家可以先养着 过去订阅一下 那本书呢 它是属于一个世界 处于一个亿变中 人类的崛起 其实特别好的一本书 跟这个一年永恒是在阅文集团 在起点上面是不相上下的一本书 挺屌 挺屌的 当然 这个主播讲的屌不屌 你们过去听听评论一下 谢谢各位 还有我这两天感冒 这两天感冒 然后鼻子不透气 还咳嗽 等这个过两天感冒好了 前前两天断更那一天 我会给大家再再讲出来 不出来 等这个感冒劲过去 我这两天都是一边给鼻子通气 一边咳嗽着录着 就比如说正常录音还好点 哑就哑点 但是一去变变声音 变老头啊 那咔咔咔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所以这两天录音是特别艰难的 等这两天就感冒好了 好了以后把那个前两天没补的给大家补上 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偷偷员的支持 谢谢